像这种遇见 互见 这样一把火炬 在传递它的人 一直到今天络绎不绝 除了刚罗佩 英国的汉学家毕坑 德国的汉学家魏里贤等 都曾对古琴的海外传播 做出过积极贡献 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在海外 已经有600多家古琴社 这些古琴社的会员 来自各行各业 有律师 大学教授 金融从业者 甚至还有网络工程师 这些社员定期举办古琴雅集 交流琴道 杰作琴艺 向更多的人介绍中国古琴 当下古琴在欧洲 俨然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方向 越来越多的外国人 开始喜欢上了这一件 来自东方的典雅乐器 再次帮助我 我知道 我来自帮助我 在海外传播 我来自帮助我